上星期我去港道 碰巧,港道的一天是11月第一星期 在温哥华,他们会派发一个免费报纸 叫做《真理报》,《真理报》我之前已经说过 我在很久之前,第一次录片是《真理报》 我只是说《此笑真理报》文章,如果你看回 其实不是由梁燕成自己写的,作者不是他 但我有理由相信有一个人去访问梁燕成 那些资料是由梁燕成提供 然后由另一个人去执笔 所以说到底也是和梁燕成有关 那我为什么要此笑这个文章呢? 你有兴趣可以去看 但以我平常来说也算长,说了半个小时 因为梁燕成在那篇文章里,梁燕成 从一个护教的角度 提了...我也不记得了 他好像有九样,不知道是十样 他说可以证实 圣经里说的是真正的,考古证据 但经过我深入看多一会儿 十样东西里,起码有七样八样 都是流东西里 讲完什么 耶稣钉十字架 然后写那块牌,那块木 那些东西 有人说找到耶稣那块包皮 不见你拿来说 那些都拿来说 有两三样,例如他说耶利哥那些 但他里面引用的一些学术研究 或者学者意见 全部都是非常过时的 比较新,而跟他说的是完全相反的 一些比较新,比较好的学者意见 他就是完全不提 就是选择性地说 他互交互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值得此笑 本台,HOW TV 当年由这一条片起家 也是相当有意义 讲了这么久,我想讲 那个真理报 那天我去教会讲话 结束了就拿了一份真理报 適逢这个真理报 成立20周年 刚刚11月这一期 2013年11月 就是他们建报20周年 他就有很多文章 在赞自己 我相信他这个报社也有些贡献 例如他那些见证文章 是很好的 我有个朋友 他写他的性恶 那些文章是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就是他经常请梁烟成写文 哈哈哈哈 撞对 其实他已经连载了六七期了 梁烟成在真理报那里 其实我也有留意到 之前那些没有细心看 这次适逢20周年 这一期的文章是很有问题的 我觉得很值得拿来讲一下 所以我忍不住就讲一下 但是就这样 他那个文章 我今早就用那个垃圾ipod 因为我没有电话 我是用ipod的 拍照 花哩花哩 他那个文章就是这个 新约文本的历史考察 第七期 新约文本的历史考察 他这个文章就是会放上网的 但是现在他还没更新 虽然已经是 11月第一个星期都快过了 最新的期仍然是10月 但是他迟下是会更新的 这个梁烟成的那篇文章也有在 但是是第六期不是第七期 那迟下其实你看回这个网 我很肯定他那篇文章是会上升 可以自己看一个比较清晰的版本 但是因为我忍不住 我无论如何 我今天怎样都要讲一下 所以先讲一下 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是我也继续他这篇文章是什么 他主要是讲 新约福音书的文本 很早期 他写成的年期 其实是很接近那些目击证人 曾经有见过耶稣的人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圣经说的东西是可信 因为当时目击证人的人都没有死 他这篇文基本上就是分两部分 前面第一部分就是讲到 一部学者Richard Bau琴的2006年名著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 他就准备这本书 说什么 Richard Bau琴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 他写的东西是好东西 他这本书是好书 所以我对于这部分 梁烟成说的东西 我就是没有意见的 唯有一点 我觉得他有一点懒惰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Richard Bau琴那本书 你搜寻一下也知道 叫做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YouTube有影片 他亲自说这本书 是Witness Eyewitnesses 是中数 哈哈哈 就不是 梁烟成说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好像只有一个目击剩人 哈哈 因为你连书名也写错 还好意思还人家明珠 不过这些是小事 我不想对他太挑剔 不够小心 他后半段就比较大问题 因为他提到一个人 叫做Karsten Peter Theder 他有一本书叫做 Eyewitness to Jesus 这个人不只是这本书 他写了很多本书 都是说类似的东西 等下我会准备一下 这个Karsten Peter Theder 他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德国学者 他是懂事 但是我需要说 这个人在学者里面 是被边缘化的 他提倡的东西 99.999%的学者 都是不同意他说的东西 我们看看他说什么 我主要主要是梁殷成说他说什么 因为梁殷成想说那些福音书 很早期推到越早越好 很接近 那些Eyewitnesses 很接近 那些Eyewitnesses Hosea O'Callaghan 因为他说 在死海古卷里面有很多个孔 在第七个洞穴里面 有些希腊文写成的古卷 不是古卷 不是古卷 寫在那些菩萨上面 即是葡草籽 他说那些 例如其中一样 7Q5 7Q5 他说这个古卷上面 不是卷 是葡草籽 不是卷 他说这个上面 其实就是抄着马可福音 因为死海古卷 最迟的死海古卷 都是早过公元后70年 所以如果里面有马可福音的抄本 就是证明马可福音 是早过公元后70年 很早期 其实我觉得也是废话 因为不需要这样证明 其实现在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 是起码一半 真的起码一半 的新弱学者 都认为马可福音 是承书在公元后70年前 即是70年之前 你用什么 撞死Kellahan的说话 来证实这件事 这个人真是无聊 不过anyway 这个人 他说 7Q5 他就是抄写了 这个马可福音 梁烟成都算负责任 因为他说 因为这份 古卷 残缺 不能够证实 他说 另外有7段 残片都可能和新弱圣经有关 他说到这里 他就提到 Karsten Teeter 他说 在90年代 那个专家Karsten Teeter 就用电子显微镜 偵察出残缺的部分 有希腊文字母的墨跡 果然和马可福音一致 我们先看看这个人 这个是Karsten Teeter 另外梁烟成提到 有可能 他说 他说 果然和马可福音一致 那个 7Q5 那份文字 就是这个 你看看 在这份文字 残到这样 上面 根本上的文字 残缺不存 例如这个本来是一只字 现在只剩下两三只字母 这一行 只剩下几个字母 全部都是这样 你怎可能看这几个字母 就认出这个是马可福音 根本就是不可能 根本上这里整块 只剩下一个字 就是完整地保存 就是这个 Kai 就是英文的and 就是同 大哥 你无论写什么 任何文章 paragraph 你都有and 这个字 你怎能看这份文章 认得出马可福音 才可以 对吧 你想想 他说透过电子显微镜 因为我没有看过 Karsten Teeter 那本书 我不知道他声称看到什么 但你用脑也想想想 你可以看到什么 你用电子显微镜 难道你在空白的地方可以看到 墨跡 那没有了就没有了 大哥 所以 所以根本上 我觉得看这份文章 根本就是不可能 可以断定 这个就是马可福音 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 就是由另一个 死海股卷的专家 Emil Pouache 写的 他的一个绝招 就是抄人 就是学别人的笔迹 这个人很出名的 Emil Pouache 很出名的死海股卷学者 他做什么呢 他中间这里 就是复制 用墨的笔 就是画的死海股卷 就是这个形状 就是用笔 他用筆 就画出来 他说 如果你说 这个是马可福音 第六章52-53节 那段抄本的话 那我把这些字填下去 填出来 你看到有什么问题 你看看他第二和第三行 根本的字 就是会凸出来的 你说如果这个本来 就是马可福音 第六章的抄本 那这些字应该是齐的 他本来是齐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凸出来 那么多字 所以这个Castantita 和那个Hoseo Callahan 就是 他们也是倡议 就是说 他在抄本 这个是一个特别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马可福音的抄本 这个抄本 里面就少些字 所以其实是对得齐的 喂 那你就说完了 哈哈哈哈 你这样就变得好像 作故事 如果你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 这个7Q5 根本就 没有可能 从理性的角度 很难把他和 马可福音 可以拉在一起 如果是说可能性 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从 学术的角度 我就觉得 你这样说 你根本已经 进入了一个断股的阶段 对不对 例如 这个很保守 有很保守的新约学者 Daniel Wallace 如果你搜索一下他的名字 你也看到他在YouTube 和 Bart Ammon 他们在谈谈 如果 他能够发现到 有些新约圣经的抄本 是这么早的 我相信他也很开心 他和 Bart Ammon 谈谈 他就多样武器 他连一个这样的人 他也不认同7Q5 是新约抄本 他也想是 但是不是 是其是非其非 好像民建联 事实上不是 所以 梁烟成 他整天一天到刻 在这里引起 根本上 他的确是一个学者 但不只是引用学者 代表你代表学术 你引用一个学者 和一个学术界 公认 大家认同的意见 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outcast 大家都不认同他 你为什么要引起我这样的人 说完7Q5 他后面又提到 7Q5 他说可以证实马克福音 很早 他又说到马太福音 他说马太福音 有一个抄本 叫做 麦德兰 Papyrus 他说 这个学者 Carson Peter Theda 他说 麦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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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yrus 上面 抄写那些 神圣的字词 那种手法 是很特别的 就是跟7Q5 那些相类似 所以他断定 这个马太福音 跟马可福音 都是来自公元后 70年之前 所以都是非常早 我觉得 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 你看看 麦德兰 Papyrus 普遍公认 99.99%的学者 都是认同 他是来自公元后 200年 又或者叫他做P64 有几块 就是 紧存的抄本 唯独是 Carson Theda 他认为 他是来自 第一世纪 里面 有很多 技术的说法 我不重复 如果你对这方面 有兴趣的话 其实 另一个很出名的 新约 textual criticism 的学者 Peter Hatt 曾经在Tindale Bulletin 出过文 谈论 这个 说法 他说不能够 认同这个 说法 因为 Carson Theda 他说 如果你 对比P64 和一些很早期的 希腊文抄本 例如刚才我们说的 死海股卷 Cave 7 即是第七个动月里的 一些抄本 又或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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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海股卷是用希腊文来写的 他说 他鼓吹 Compare 找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那些死海股卷很早期 所以他们相似 所以 那些P64应该是非常早期 Peter Hatt在这个文章里指出 他说有相似的地方 但细心看根本就不像 然后他就举出很多原因 为什么 其实他是和公元后 200年的抄本 是更加相似的 那些technical的东西我不看 你有兴趣就去看 但我简单指出一点 这个Carson Theda 他的说法 没错 他是一个学者 但是 大家都知道 他所说的学说 是不被认同的 99.99%的学者 都是认同Peter Hatt 我觉得 这个 梁烟诚 他的护教方法是什么呢 他很喜欢 引用一些学者 搞得很学术 虽然 他引用一些学术的意见 但是他的做法 完全不符合学术的标准 因为他这样的做法 他只不过想咬 然后去找书 找到只要有任何一个学者 即使他的说法 根本上是学术界里面 都是不被认同的 但是只要是和他想证实的东西 是一致 他就拿来用 这些就叫做想聚就去做 那些学者专为我服务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和圣经专为我服务 根本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那些不懂事的人 看见他 哇 真是抛书包 讲哪本哪本书 那样 觉得很学术 其实一点都不学术 根本上就是一些错误 会误导人的资料 因为 如果说到学者 不是所有学者的意见 你都值得引用 因为 这个世界这么大 什么学者都有 例如像John Dominic Crasson 他相信耶稣根本没有复活 他的尸体被人扔到地上 然后被狗 五亚分尸咬得烂 他的学者也不见你引用他 之前我录片说过 有个叫John Allegro 他说 耶稣根本不是一个人 是一粒蘑菇 哈哈哈哈 他就是学者 他被人扔到之前的学者 是出名的学者 梁艳成你不引用他 你不只是说学者可以引用 你要用脑去看他说的 是否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才行 所以 如何对待梁艳成呢 例如他这篇文章 他前半是OK的 后半是很不OK的 是错误 会误导人的资料 是吧 我觉得 我的听众 我劝你 虽然你看他的文章 你会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看 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如果 你不是一个薄学的人 你不是很了解他说的 当然他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说的 是真的假的话 我劝你 你什么都不要看 因为他有时说的对 有时说的错 有时是把错误的事来说 有时是把过期的事来说 有些是把学术界里面很片面 没有人接受的东西,他也拿出来说 他又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把整传的画面告诉大家 我觉得真的太危险了 如果有一天,梁阴诚或者他的支持者 会听到我这段视频 我代表华人教会界劝你 麻烦你不要再互教了